这个礼仪之统就是我应该要守的规矩 就是人不会犯奋乱理的 不会陷于偏险背乱的 所守的人民社会政治的法则 就是礼仪之统 所以在这个意思之下的义又变回外在了 这个义又变回外在的东西了 因为是一些礼仪的法则 或者是一些生活的法则 或者是一些社会政治的结构等等 外在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说秦秀有知而无疑 其实都是说类似的意思 秦秀是有知觉 不过他不懂得守规矩 就是像刚才那一段 秦秀没有父子之亲难女之别 都是一些规矩 然后他就说人有器有生有知 亦且有义 人有器有生命有知觉 而且他还有这些礼仪 故醉为天下贵也 在这里要小心就是 这个义不是性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前面那几段 意思掌握得够清楚的话 其实这个礼仪正正就是属于偽 不属于性 在这里 所以你就要很小心看这段说话 原来人和秦秀的不同的地方 不是全部都在性那里看出来的 而是有一些是从人的偽那里看出来的 就是说人和秦秀不同的地方 就是因为人有这些人民礼乐的秩序 这些人民的东西就是人 都是人做出来的 都是人的有变能力的生产出来的 不过这些东西就不是自然生就的 所以人和秦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 不只是天生本流的生活就算的 而是我们除了有这些天生的属性之外 我们还懂得去建立一个人民世界 有各种的礼仪法度 所以他就跟着就说了 他说人力不弱牛 走不弱马 而留马为用 为什么呢 就是说人力又不够 牛那么大力 走又不够 马走得那么快 但是偏偏人就是说了事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人能群 脾不能群 人就能够过群体生活 所以人就能够成立社会了 所以就能够去宰制那些动物了 那些动物就不懂得去成立社会了 所以这个群也是标示了人和秦秀不同的地方 而这个也不属于人的自然人性当然 这边要小心一点 对于群是否属于人的自然人性 在孙子里面就不清楚 因为人之生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之憎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说 对于孙子来说 人都有一个自然倾向想群 正如动物都有一个自然倾向想群 孙子有些地方都会这么说 不过人和不同 动物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有礼仪 所以真的能够群得到 动物就没有礼仪 所以就算想群也群不到 意思就是这样 孙子再问 人何以能群 为什么人能够过群体生活呢 弱分 这是一个分 就是分位 或者因为人有各种的 能够成立各种的伦理关系 可以这么说 这个分就是伦理关系 就是因为人有能够成立各种的伦理关系 有规矩 为什么这些伦理关系能够成立呢 何以能行呢 弱意 就是因为有这些礼仪法道 所以对于孙子来说 人和禽兽的差异就大了 有一些是属于自然性 自然本性的部分 就是变 人的自然本性里面 都已经有一个能够 产生到认知作用的心 是吧 它有变的功能 好了 但是呢 人和禽兽更加重要的不同 就是人能够过到群体生活 而之所以能够过到群体生活 就是因为人有礼仪 有一套客观的社会政治的秩序 是吧 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后面那一段 后面那两段 就是要讲的结论来的 就是复国篇里面 孙子就讲人之生不能无群 就是人生出来 都是要过群体生活的 但是呢 群而无分 群而无分 群而无分之争 如果没有正当的伦理关系 没有规矩的话 那就会争的 争就会亂的 为什么会争会亂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那些好利 侄恶 欲望 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伦理法则的话 那就会争 争就会亂 亂之穷义 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的 好了 固 可以互助人类最大的利益 就是这样 你听上来 又是会看到 他和之前孔孟 有点不同 是吧 因为说 人意最要有利 就是这个 所谓的礼意之统 到最后是为了什么服务的呢 就不是为了要深圣天相通 亦都不是为了我们要过一个内省的 或者有一个内在价值的 伦理道德的人生 是吧 他也强调的就是后面 《礼论篇》所说的 《礼起于何也》 为什么要有礼呢 为什么会有礼意法道呢 孙子说得很坦率的 人生而有欲 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 就是说人生出来有各种的要求 有各种的欲望 有各种的追求 是吧 这些欲望追求得不到 会痛苦 是吧 但是人又不能够断绝这些欲望 是吧 求即是不能无求 求而无道量分界 就不能不争 就是说 那你就没有办法喊你的欲望 那你就会有这些追求 这些追求没有规矩 又会争 又是刚才那个结论 所以 先皇护其乱也 故祭礼意以分之 以养人之欲 及人之求 即是 说到最后 原来为什么要守礼 或者为什么要有礼意法道呢 就是要 养人之欲 及人之求 就是要去满足我们的欲望 我们什么欲望 就是 刚才所说的那些好利 宅恶 好声色 这些欲望 是吧 所以 所以 在这里 的而且 其实 有很多 的学者都会这样说 在表面上 的而且 有很多 跟 洛克 或者 Hobbs 那些说法 有一些接近的地方 都是说 道德的基础在哪里呢 就不是因为人本性自然要求 亦都不是因为道德有任何内在 价值 会令到你人生很完美 等等 其实 他是说 道德 到最后 都要满足 那个治理的追求 每一个人都有 追求 都有欲望 都有治理的打算 当然 在这里 你马上就可以问了 一个西方哲学式的问题 那就是 那孙子是否真的认为人性是治理的呢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孙子是否真的认为人性是治理的呢 不清楚 不清楚 我只能够说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我都想说不是 不过 孙子在某些地方 对人性的定义 的而且确只能够将它解成是治理的 因为 譬如 以刚才举过的几段说话为例 他就说 真夺生就持仰望 你顺着你的自然本性 是吧 反而呢 就是要有礼仪 那你父子才会有亲 男女才会有别 是吧 所以 在这个 这样的说法之下 似乎 为自己的欲望打算 这个才是人的性 反而呢 会为其他人打算的 都是归在伪中 起码如果刚才那几段说话 是这样解释的话 似乎这是唯一的结论 但当然 刚才我说答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 孙子有其他地方 都未必是说到这么绝对的 其实他都会说 人有时候都想为其他人好的 是吧 所以他才会说 这一套 这样的礼仪法道 到最后都可以培养到人的得性 是吧 就是在孙子里面都有人的 都讲人 不过说得很少 在孙子里面都讲人的 这个人呢 说得非常少 所以你是不太知道到底 这个人到底是 是不是算是 人天生都会想其他人好的 那样东西呢 其实就说得不清楚 就着在孙子文献里面 有讨论到人的 其实都是说 我怎样去透过那套礼仪法道的培养 到最后 就是产生了一种 就是操持服从的心理 就是人 所以在孙子里面 人绝对没有那个 道德创造的意思 就是绝对不是价值自觉 绝对没有孔慢那种 什么感通关怀那些东西 就是绝对不是这一样东西 在孙子